有什么样的感想 就是大部分就是感谢吧 因为有特别多的人支持我们的台 因为现在还小 然后就是有些部分的实力还不够 然后大家还这么支持我们 就特别想谢谢他们 现在就是还在学时中 还要重复出来参加退步 你们觉得有压力吗 怎么兼顾工作跟学习 天晴现在闭关了吗 因为初三了嘛 马上就要闭关了 就12月份接几个活动 然后就主要抓学习 好 周考加油 谢谢 学吧是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反正是你们在 follow一些新的神区是吗 就是小苹果一类的 看因为你们看 你在偶像节目里面都唱得很嗨 那个是 是我们三个比较疯吧 对 放松的时刻 就会用一些特别搞笑的一些歌曲 然后或者就是大家就娱乐一下 好玩 最低学的是什么呢 滑板戏 你一直都会唱这种歌曲吗 对 那好像大家有在说今年春晚就马上到了吗 然后有很多粉丝说希望你们能够在春晚上看到雨 是不是让你们接受到邀请的 没有 但是还没有 但是我们很希望你们能够上春晚这个大舞台 就会有的话 就会很高兴 然后也会努力的去回报大家 那前段时间你们在活动上碰到杨幣 他给你们写了一个不要早恋这样子 是不是三位现在有没有接受到这种情书啊这些 平时是不是经常接到 平常会接到一些粉丝的信 然后情书我觉得还比较少 大多是支持我们 然后就写一个我们一些就激励我们的话 特别感动 那我知道现在两三位都是经常学习的 像之前TF Voice偶像手机就是非常火吗 那后面会不会拍第二季 有没有你的计划 我们是有这个计划 然后也是希望能多出去玩玩 然后一起 一起 可以看到今天现场有很多粉丝 为了看你们来的 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 就是很谢谢大家 就很远的地方也又来了 因为也正在 就是周六就是这种 就是在工作的一个阶段里面 也没有放假什么 就很谢谢大家能够还到这里来 就帮助我们表演 还有跟我们这么多的尖叫声 就特别想谢谢他们 然后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计划吗 有马上就一五年了吗 计划就是因为现在就是那个实力还上显了 然后要多练习 然后还要就演技一些方面要多培养 有演戏打算的是吗 对 有演戏打算 对 有接到剧本了 或者这种的邀请了吗 因为就是还在练演技嘛 因为我们那个自己拍的一个戏就 可能看出来就是大家的演技还有一些缺法 需要多培养 我看你好像留着别多汗 这分锐还是有点紧张啊 我就是比较 汗东西比较多的那种 多汗型 但是很热 穿得麻烦吗 那如果要演戏的话 三位分别想尝试什么样的冲 会来讲一下 就比较帅的 然后我想尝试的是反派 反派 对 因为那个反派的大boss都很厉害 然后最后都是被打 虽然最后会输 然后但是他很帅 我觉得就是演艺那种 就放得开的那种 就比较搞笑 或者就是那种 要么搞笑就是反派特别大的那种 然后要么就是特别帅 特别高冷的那种 那你觉得你本人是那种高冷化 还是那种搞笑法 就都有法 就没接触之前都觉得我高冷化 然后就大家熟了之后 就觉得我特别疯 就跟清晰一样 我是希望就是正常一点的 然后就是学校的那种 我比较喜欢那些 校园偶像知识